这种黑鸟在唐家河很谈见 让人物以为是猛禽 其实是它 它的汇很大 它是一只大嘴乌鸦 这是它的学名 很多人不喜欢乌鸦 觉得它们不漂亮 但当代作家凯伦布里克森在代表作 走出非洲中这样描写乌鸦 它们一律全黑 是甜美中贵的非洲黑 浓重的暗色 随着碎热的静明升进身体 甚至老烟灰 让你感觉到在优雅气势与活力的表现上 没有颜色可以比较黑色 如果你不喜欢乌鸦 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可能会改变你的看法 山丹丰的上空有一只暗鸡 这是一只金雕 它听到了叫声 它还要关它 锁定乱犯者 然后 黑色的羽毛在空中反射出了冰性一样 它有更天性 并导把我聚感能量 聚集在会合爪上 它空向金雕 进一只火旋雕 仔细看 跟一盏超过两米的金雕地 它实在太小了 但它思考没有味觉 还有些智慧 看准时机 扶出去 并开 突然转弯 这一次它齐奥隐持者身上 比一双飞 可以是球游戏 也可以是军事战略 直击之翼 盘拳 扬保家庭 直击伟业 死缠慢打 穷军故事 正值不如同来 不是大学乌鸦的处置心 这些颜柯也是大地 允许任何删记 心机和几乱 除了连住 真讨论中心的感触地团 是大给乌鸦 唯一幸福的使用主 它成功了